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熊貓外送員 你的餐點到囉 因為我喜歡付PENDA熊貓的頭像 然後加上它又是粉紅色的 真的是整個少女性大爆發 所以我整個就超級喜歡熊貓的 穿上去之後一直狂自拍 有一次等店家在製作餐點的時候 感覺旁邊的貓友們 目光就會轉移到我身上 就一直看一直看 就想說沒關係就讓他們看 我之前有遇到非常瘋狂的粉絲 心裡感到非常的害怕 那我就是想說 反正我身上有防狼噴霧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雪雪 那我是一名熊貓外送員 我當初選擇跑外送的原因 是因為是為了要照顧媽媽 因為平常我跟我媽兩個人相依為命 然後家裡的兄弟姐妹呢 也都成家立業了 然後也想要讓自己增加 額外多一份收入 那再加上我家裡的經濟比較有負擔 那外送平台出來之後呢 我就藉由這個機會挑戰自我 我就比較更多空檔的時間 可以照顧我媽媽 時間上比較好 彈性又很自由 我就是選個三四個小時的班 例如說跑下午 然後晚上再選三四個鐘頭 對 但都不一定啊 對 我是這樣子去錯開 然後再空檔之餘的時間 照顧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平常行動也不方便 因為我覺得薪水的多寡 都是靠自己努力 大部分都是穿短褲 然後下半身沒有那種感覺 然後送餐給客人 或者是去店家去餐 我送餐到客人那邊去 然後有些客人會跟我要來 或者是跟我要電話 然後或者是有些客人 要指定我送餐給他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再加上有些客人會給我一些小費 兩百多塊的餐點 然後他就直接給我三百塊 就說不用找 會額外賺取一些小費 有些客人還蠻貼心的 他就說這些食物放在一樓門口 然後我就給你吃 因為他說我們外送人比較辛苦 所以就放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自己忙 我之前有遇到非常瘋狂的粉絲 他都會追隨我每一個現實動態 他也會一直私訊問我說 我都跑哪個區域接單 有一天剛好撞見了他 然後真的超級巧 他就騎著摩托車 然後就在那裡 他就在我前面 那時候他看到了我 我也看到了他 然後他就馬上就衝到我面前 就說他想當我的護花使者 然後陪我一起跑單 然後當下覺得也不太好意思拒絕他 然後我就答應了他 心裡想說會不會感到不安全 也會不會不方便 當下也陪我跑個集單 然後我就請他趕緊回家離開休息 這樣子 這是我目前遇到最瘋狂的粉絲 你這樣是帥哥嗎 長得普通 一個就一般的災難這樣子 對 你很大膽的 你就讓他這樣子跟隨你 對 那我就去想說 反正 我身上有防狼噴霧器 有一次 等店家在製作餐點的時候 然後我也在滑手機 感覺旁邊的貓友們 目光就會轉移到我身上 就一直看著看 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讓他們看 然後有些感覺 好像有被偷偷拍到的那種感覺 當下我是穿著廠商寄給我的泳裝 我剛好在房間試穿 然後突然地震來了 就一陣搖晃 哇 搖搖的超用力的 我整個人就是非常的害怕 馬上很驚恐的衝下去到樓下 然後就很像逃難的那種感覺 超級害怕的 然後那時候是 是無意間被偷拍的 也不知道是哪個樓層的鄰居啊 或者是哪個路人 有沒有對你生活造成什麼很大的影響 沒有耶 反而是粉絲人數暴增 然後再加上 有遇到一些正向的廠商找我合作 以後想要開餐廳吧 對啊 然後藉由這一次 做外送員這個機會 然後去接觸各個店家 對 然後看見各式各樣的那種美食啊 然後可以讓我更有想法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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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